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我经常在跟各位介绍我在种菜 那也有粉丝经常在问我说 你这个苗从哪里来,去哪里买 那我今天就来公开一下 我的苗是哪里来的 我的苗我几乎99%都是自己育苗的 像各位你都可以去网路上买很多适合的种子来播种就对了 我曾经用过用水跟棉的 可是我觉得我也用不习惯也没那个时间 然后发芽率对我来讲好像也没有很高 我一般买回来的种子 我就是直接撒在土里面 各位看 我最近有撒了三盆嘛 各位看 我就是用 叫做随便撒 就是把你手上的种子就这样撒 我是没有很有规律的撒 就是随便撒一撒 所以你看 有些地方可能就没有撒到 就是 就很随性的撒就对了 因为我真的也忙也没时间 然后我附近也没有什么卖那种菜苗的地方也没有 所以我就是 就把买回来的种子就这样撒 各位看 我甚至连这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 这撒了一堆嘛 然后最近有在涨 还有这边也撒了一堆 这个很像是极巨 我也不太清楚了 然后 还有 还有他的旁边是 有吗 有吗 那就应该是极巨 对 对 叶子的巨齿种出来 对 然后这边就是葱 葱因为它 它小的时候比较难找 因为它很细 一长出来的时候 然后最近又有台风天 风又大 所以它就东倒西歪 然后就长得很不健全 各位看 长得是不是有点 就是东倒西歪很不健全 然后变成说 看这情形 那时候我就发现说 这个苗可能到时候会很少 所以我就联机一动 各位也知道我都去花市 我就在花市那边 发现有人卖葱 那葱它是我记得是一小 一小撮是七块 七块钱还是八块钱 我就跟他买了一些回来 像这个葱各位看 就是我从花市买回来葱 它买回来就有差不多这么长 我只是把它葱 它那个根部洗洗 放在那个定值杯 我是用那个鱼菜公升那边 放在鱼菜公升那边的杯 那边用就对了 我只是说主要跟各位讲 如果说像这葱 你假设玉的成效没有那么好 那么快的话 如果花市有人卖这个苗 其实不贵 你买回来 再把它分租 像我这个买一棵 买一株大概七八块的话 我可以分成 因为它里面有好几十小棵 你可以分成好几盆来种 也有很多葱可以种就对了 如果说你觉得像我这样育的没有很成功的话 你也可以采取说 去你附近那花市去把它买 刚好有葱的话 你也可以买葱梅来直接种也可以 也不一定要像我这样撒的也有点不成功 可是我也是会到时候会再买种子 再撒一些下去就对了啦 那其他这个的话 它的叶子比较算是比较短矮 就比较不会受那个什么风啊 或是什么这样的雨啊 什么这样摧残的那么厉害 同样这样种的话 这些就看起来没那么惨就对了 然后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些是不是密密麻麻 那就变成说你到时候就要看情形 你要把一些就要梳苗就是把一些比较密集的苗 你要把它弄掉 或是说你有地方移植的话 像有时候跟各位介绍说 你可以移到合适的比如说盘子啦 或是什么地方去 你都可以把它弄松就对了 有的人就可以先做梳苗的动作 要不然到时候这个太多 可能要长得很好也是会有一点困难 那他们现在已经是陆续在长了嘛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说 苗比较粗比较大 长得比较好的话 我会先做移植的 先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种 因为我这边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种嘛 所以我就会把比较大颗的先做移植 那病人说我就会有 源源不断都会有很多苗可以用就对了 也就不用说特别还要跑去 有时候跑去很远的地方去买苗 因为也没有时间 我是觉得这种方法最随性 反正不好你就再重新再撒一批 就是再重弄就好了 如果有的话你就一直把它挖起来使用 那如果说你们家附近有 有那种卖单 可不可以有几块钱一棵那种苗 你觉得那种比较快 然后也有时间去买 你也可以用那种方式 就是以我种菜方式我就是用傻的啦 就是很随性的傻 要叫我一棵一棵一棵这样摆 可能对我来说很累啊 也很觉得很麻烦啊 对感觉像在绣花一样 对所以我就公开我育苗方式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就到时候挑大棵的种一种就好了 我想这个随便也好几百棵 我想也是种不完啦 对啊 我没有那么大的地 我跟你讲 就算你苗很多 你也没有那么多地方种 我曾经有这个经验 就算育的苗很多 到最后也是作废 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地方 塞这些苗啊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就说 就说到时候就挑大的就好了啦 其他就随便了 这就是我一般就是我在育苗的方式啦 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我的苗哪里来 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干脆我就告诉大家 我就是用这种育苗方法就对了 对 这次就是冲育的比较差 可能就是有被水弄到 就是有那台风天那个水 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没处理好 就变这样子 那今天就简单为大家介绍我 就是我一般育苗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啦 那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自己育苗 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你就自己就是找一个盆子 就把种子撒一撒 然后再去调好的苗来种就好了 那以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哦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们按一个赞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